一開始初步的情況下控制你的所謂的三高 可以給予一些像是抗血栓的藥物 減少血栓的行程 那如果有症狀的時候 甚至可以給一點血管擴張機 讓血群稍微變好 改善一些症狀 當你的症狀越來越不能解除的話 藥物也沒有辦法控制的話 可能就要物理性的治療 斑塊的阻塞超過70%的時候 這時候心臟科的醫師就會建議 你可能要做所謂的氣球擴張 或者是支架的置放 所謂的心臟支架就是 當我們的氣球過去之後 外面包覆了一層支架 通過病罩的時候 撐開的時候就會變成支撐物在血管裡面 讓血流可以通暢 但是在某些個情況下 可能不太建議用所謂支架的治療 或心道癌的治療 就是說假設我們的血管阻塞的非常嚴重 甚至我們通他會有危險 通他之後可能支架推不進去 風險更高 那我們就是製造新的路 來給這個心臟 外接一條血管過去 繞過阻塞的這一段狹窄的地方 直接可以讓這個血流還是可以下去 只是他繞一條路下去 這個叫繞道手術 台灣叫做冠狀都沒繞道手術 大陸叫做打橋手術 就搭一座橋過去 那通常繞道手術 就是一種所謂傳統的心臟的手術 所以傳統的心臟手術就是需要開心 開心的手術 那繞道手術有分 如果你要接的是三條血管都要接 或是我們現在有mini cabbage 就是微創型的繞道手術 如果你兩條血管沒有問題 只有一條血管需要做繞道的話 可能有些外科醫師 他可以幫你做微創型的繞道手術 就是只接一條血管 傷口不用開那麼大 然後可能也不需要讓心臟停止跳動來接血管 那另外如果是傳統的繞道手術的話 他可能一次就會接三條血管 那接三條血管的話 他可能會使用的 第一個就是會用內乳動脈 就是胸腔裡面的動脈 把胸腔動脈游離出來 接到你的冠狀動脈 這是一種方式 另外一種方式 從腳的地方取一條大隱靜脈 那條靜脈是功能不高 所以他可以拿來當作我自己的另外一條血管 新的血管來使用 所以他的另外一個大隱靜脈 可能會接主動脈到 所謂的回旋支 或者是右關中的動脈 然後完成三條血管的銜接 這就叫繞道手術 剛提到的內乳動脈 跟從腳這邊取的靜脈 你會怎麼選擇要怎麼取 這其實基本上不是病患來選擇 這是由醫師來選擇 醫師認為哪一種素是對你會比較有幫助 比較適合你 那如果是從內乳動脈取的話 基本上要內乳動脈他的條件夠好 他的灌注夠 他的血管夠大條才有辦法去接 如果你血管不夠大條 他可能最後還是會選擇大隱靜脈來接 當然有些外科醫師認為說 有文獻也認為說 取動脈會比較好 的確動脈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有些人動脈天生就不太適合 所以其實要看你的身體的狀況 跟你的心臟狀況跟你的靜脈合不合適 來做這個手術